港澳專車 過澳門除了乘船及乘港珠澳巴士之外 現在多了一種方法 其實可以點對點由專人接送來過澳門 今天我就試乘最新的交通方法港澳專車 我現在就開始計時看要多久去到澳門 專車提供點對點接待服務 今天的起點就是九龍圓坊 車上也有Wi-Fi 但連接上就沒有那麼穩定 剛剛我們就先連接到 但在網速上面是否OK 我們要試一下才知道 除了港珠澳大橋區域之外 其他路段都收得不錯 香港路段看YouTube更好順暢 現在就到了澳門的銀行 不用過半小時我們就到了 其實很方便 有沒有留意到 全程我都沒有下車過關呢? 因為港澳專車是不需要自己下車的 坐在車裡面就可以完成過關 適合我這些懶人 但港澳專車是否值得錯呢? 同樣在圓坊出發 未計等車、行路過關的時間 最快的路線都需要九十分鐘 專車是快和方便 但收費都不便宜 收費以一輛車為單位 每程三千一百元起跳 如果停車上下地點多過一個 就會收回至少一百元的額外費用 如果一家大小又有老人家的話 專車其實都會是一個好選擇 我們有很多紅色風格 都能夠給我 我們下一個好選擇 再一個好選擇 然後再一個好選擇 你們先坐 chart